目前来说我们对于火星的了解要远远高于地球上的深海环境 这句话足以说明我们人类目前对深海还是不够了解的 蔚蓝的大海之下隐藏着的很多生物 无论从生命结构还是样貌都是超出我们认知的 更何况深海中还不知道存在着多少人类未知的生物 今天院长就给大家介绍几个来自深海的怪物 大家好这里是高能知识院我是院长 又和大家见面了 在节目开始前麻烦帮忙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 谢谢啦 深海西鱼 都说澳大利亚出奇葩 但最近似乎被印度能走路 祖宗上过青藏高原的潘卢给抢了风头 为了捍卫它的地位 澳大利亚再现了一种奇怪的鱼类 它有着细翼的脸 蚂蝴的身子 锋利如针的牙齿 等等这还是鱼 这难道不是似不像吗 这种长相酷似蜥蜴的深海鱼 名叫深海西鱼 什么 你说这命名未免太草率了一点 叫什么不重要嘛 名字不过是一个代号 别看它名字草率 它可是深海的顶级掠视者 也是地球上居住最深的顶级掠视者之一 最近 一堆科学家在塔斯玛尼亚岛东北海岸的 弗林德斯联邦海洋保护区附近的海域捕鱼 找样本研究的时候 意外拖上了这条看上去很凶 实际上比看上去更凶的鱼 船上的科学家约翰 伯格诺斯基看到这条鱼后 当即就兴奋地叫了出来 认出这是一条深海西鱼 我注意到它背部的长背鳍 靠近尾部的地方有一个短背鳍 这是深海西鱼 区别于属下的另一个物种 先问深海西鱼的典型特征 虽说它是深海的食物链顶端 但是要成为王者并不容易 它们生活在1000米到2500米深度的海洋中 那里食物匮乏 即使它的食谱包含了几乎所有深海鱼 既不择食时还顺带吃点甲壳类软体类 甚至是从海底挖出来的死鱼 但也耐不住 在深海这个鸟不拉时的地方 资源实在是太匮乏了 为了在深海生存下来 你知道深海西鱼它有多努力吗 看到它冲冲有神的戴眼睛了吗 这就是为了适应深海无光的环境而存在的 大眼睛能够帮助西鱼 敏锐地感受到海底的生物光源 从而找到猎物 除了眼睛 它们的嘴也是很有讲究的 西鱼的下巴类似于一个陷阱 而牙齿又非常像脚链 也就是说 它们一旦咬住猎物 就会利用下巴把猎物移动到嘴巴的后侧 并利用牙齿锁住 此时猎物越挣扎 只会被抓得更紧 毫无逃生的可能 海洋猎物本来就少 为了让深海西鱼同种之间 避免争抢资源 把有限的资源利用到最大化 它们的种群密度极低 就是每两条深海西鱼之间相距甚远 这就又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 它们是怎么找到配偶来延续种群的呢 在深海中 找配偶比找吃的还要麻烦的情况 推动了它们走向雌雄同体的路 一去不复返 每一个深海西鱼个体都具有 雄性和雌性的生殖器 换句话说 它们在成熟期后 碰到了任何一条同类 都可以毫无障碍的啪啪啪 这帮助了它们把 在深海的繁殖机会最大化 足以兼得 要成为食物链顶端 它们放弃了容貌 长成了酷似吸引的怪兽 放弃了自由运动的权利 一生中大多时候都在海底潜伏 保持静止 如今甚至还放弃了性别 为了繁衍后代 既能当爹又能当妈 太不容易了 大西洋银胶 大西洋银胶分布非常广泛 但是大多都在大西洋里面 从非洲一直到挪威的水域里面 都发现过有这种生物 身体的外形跟鱼非常相似 并且在大西洋里面 属于高瘦的一种物种 大西洋银胶的寿命比较长 能够达到70年 这种生物的体型也比较大 大西洋银胶整体身长 能够长到1.5米 重量能够达到2.5公斤 身上未棕色 并且还有白色的条纹 眼睛比较大 是绿颜色的 背脊上面会有刺 并且还有毒 喜欢生活在大海底下 距离地面1000米的地方 经常进行小群体的活动 行动非常的缓慢 主要的食物以甲壳类 以及软体动物为主 刚刚生下来的大西洋银胶幼崽 长度达到10厘米 外形和小鱼非常的相似 性程度需要达到13岁 幼崽在三个月的时候 就能够独立行动 并且到外面去寻找食物 经常会吃一些小鱼小虾 以及浮游生物 大象引蛟在成年之后 经常会被渔民打捞 但是有很多渔民 都会将其放入大海内 因为这种鱼的肉质并不是很好 所以不适合食用 大象引蛟在成年之后 与鲨鱼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是体型没有鲨鱼大 它们与鲨鱼生活的环境 却非常相像 都喜欢在深海之中 这样在深海里 就经常能够遇到 大象引蛟比较善于躲藏 当看到鲨鱼的到来时 就会躲在珊瑚礁之中 或者是躲在石头缝里 太平洋巨型章鱼 太平洋巨型章鱼 是目前已知的最大章鱼 寿命为四年左右 巨型章鱼的头部 巨大且很圆 普遍为红褐色 但它也可以通过自身的 色素细胞 改变自己的颜色 从而适应环境 隐藏自己 躲避天敌 一些巨型章鱼 甚至有时还会攻击 吞食鲨鱼 在以前 人类科学还不发达之时 人们会把这种章鱼 称为海怪 传说中 巨型章鱼一旦发怒 甚至可以掀翻船只 可谓是出海人的噩梦 但其实这种 北太平洋章鱼 虽然体型巨大使人恐惧 但其实它的性格是比较温和的 只要人类不故意挑衅 或伤害它们 它们是不会攻击人类和船只的 巨型章鱼 虽然在其生活的海域没有天敌 但它们的数量也并不算多 因为这种章鱼十分敏感 对于环境的要求极高 并且现如今 人类活动对海洋的污染越来越大 从而对它们的生存 也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深海龙鱼 深海龙鱼生活在 1524米深的深海之中 它所生活的环境漆黑一片 在这一深海水域生活的生物中 深海龙鱼可谓是有名的恶霸 它属于极其凶残的捕食者 深海龙鱼学名黑剧口鱼 这是因为这种深海龙鱼的体型虽然不大 通常10到15厘米左右 但是它的嘴却巨大 性情也极其残暴 它为了适应深海中黑暗的环境 眼睛净化成筒状 眼睛下方遍布感光细胞 然后借助自身散发的微弱光亮 就可清晰地发现周围的猎物与危险 所以说 深海龙鱼与深海安康一样 这俩物种具有很多的共同点 它们都具有较大的头部与獠牙 身体全副武装 都具备一个发光的吊耳 只是 吊耳所长的位置有所不同而已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是一只深海生物 在漆黑的深海中遨游 突然发现前方一处散发着温暖的光点 我们以为那是希望之光 顺着光源游去 直到眼前才发现自己已经游到了深海龙鱼的嘴边 想想都感到绝望 深海之中存在着很多超出我们认知的动植物 海洋中也存在着很多的秘密 等待着人类去一一解开 我们目前面临的却是海洋环境的改变 我们人类要开始反思 要爱护海洋的自然环境 而不是肆意的破坏 与毫无节制的捕捞 以免造成不可逆的结局 毕竟我们与海洋中的生物一样 都生活在一个共同且唯一的家园 地球 好了 本期的高能知识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